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1月10日 禮拜日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有關友愛村的離奇命案 據報35歲的男子原來是去買宵夜的時間 估計因為眼神的問題同村霸起爭執 有更多內情曝光和各位一起了解 2021年也找到大排檔員工說說事件前發生過甚麼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友愛村謀殺案的內情曝光 35歲的黑幫男子買宵夜的時間 就和村霸起爭執 變成一秋幾 即是一個打幾個人 再遭遇到遺偶 內文提到屯門有愛村一個35歲姓何的男子 在家中暈倒 宋院身亡 警方認為案件有可疑 懷疑他事前遇襲重傷 將案件列作謀殺 拘捕四個人 案件內情進一步曝光 消息透露 事發前有一批本地人和另一批非華裔人士 各自在村內的一間大排檔喝酒消遣 期間曾起爭執 他們後來企圖納隔離大排檔的物品打鬥 但被負責人趕走 雙方走到有愛街市附近 繼續吵架 當時正在自己賣包點宵夜的死者 聽到聲 於是乎看看 本來是做塘鞭殼 臭熱鬧 後來死者疑似因為眼神問題 和該批本地人吵起 演變成一臭幾格 大雙拳難敵四手 後來變成單方面捱打 遭到幾個人拳腳為偶 死者頭部受傷 但仍然清醒 但回到家時情況急速惡化 喝水過後更加噴血 他爸爸急忙報警 可惜宋苑過後不治 消息說死者疑似有黑社會的背景 匿稱西肥 是屯門新義安西發線的成員 但與被捕的本地人互不認識 被捕人和其餘涉案的人士 偶爾都在村內大排檔打等 有指他們是村霸 不時喝酒後便會鬧事 想不到這次是搞出人命 據了解被捕人士與非華裔人士之間的爭執 與死者的一案無關 案中被捕人士也未使用過武器 雙方只是拳腳膠 另外相關的報道也有進一步消息 據報警方拘捕了4個本地男子 年齡介乎58至64歲 涉嫌謀殺 據了解4個人是朋友關係 分別報稱是退休人士及建築業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這個男子據報買宵夜 結果因為八卦 看看兩群人在爭辯 竟然因為眼神問題 結果無緣無故 和那批本地人士坐上來 先是口角 酷計而動武 最終被圍攻 打完後他回到家 不過估計他當時已經身受重傷 回到家喝口水噴血而死亡 令B商那兩群人事前有另一場爭執 令一找到相關大排檔的店員 根據HK的另一則報道 有愛邨謀殺前轉 為何南亞漢遭到村霸爆粗 打算納椅 大排檔職員攬緊阻止嘔鬥 內文提到 01的記者找到大排檔職員 重組凶案發生前的情況 職員叫做飛哥 他說凌晨約某12時40分 當時一批本地客人疑似 去廁所的時間 和南亞裔的男客人發生碰撞 期間有人疑似爆粗問候對方的媽媽 惹來那個男亞裔的男子不滿 雙方爆發口角 南亞漢後來怒氣匆匆 試圖納登 打算報仇 但被大排檔的職員壓住了他 再抱回大排檔 更加倒杯啤酒請他喝 降一降火氣 但飛哥對後續再發生的爭執打鬥 就不知情了 以上連至HK的報道 整宗案仍然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首先是源自兩班人的打鬥 當時其中一班人甚至打算拿椅子 不過不是拿自己吃東西的大排檔 是拿旁邊的大排檔的椅子 結果大排檔的職員壓住了 另外很會做 浸一杯啤酒給他降火 當時爭執就完結了 相關店員並不知道 之後他們原來再喊過交 現在抓了最新四個人 未知抓了哪一邊的人 是本地那邊還是南亞裔那邊 暫時未知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案件交代 另外也提及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尖沙咀罕見意外 坐輪椅的男子上巴士到後 頭部撼地 車長臨危做一舉動 網友激讚 這樣做最安全 尖沙咀有輪椅看 乘巴士上斜坊時 突然倒後 頭撼地 車長臨危不亂 做了一個舉動 獲得網友激讚 這樣做最安全 事發在日前 11月9日晚上8時 在尖沙咀中間的巴士站 話說涉事的巴士是九巴路線260X 來往屯門寶田村和紅磡站 當時巴士正洗往屯門意外發生後 見到多位熱心市民上前協助 並即時致電報警 另外翻島的輪椅仍然是傾倒放於巴士門前 輪椅仍然還臥於路上 有人用帽子佔著男子的頭部 未知那個輪椅仍在意外過後是否清醒 有市民用手按住輪椅仍的胸部 有網友從事發照片看到 懷疑有關輪椅是不合規格 沒有安裝防反缸 以至上巴士斜板的時間是翻倒了 網友亦說沒有安裝防反缸 上車一定要人推 否則一用手力去推就會反車 照片看到車長站在一邊 插著腰部 不少網友熱意有關的照片 讚賞車長看下去很冷靜 但實際在報警過後 這才是最正確的做法 以上來自星島的報告報道 尖沙咀有一個意外 據報這個輪椅漢 是用著這輪椅上斜板的時間 突然間倒後翻 頭砍地架 當時很多市民上前幫忙 另外車長也在旁觀察著 傷者的傷勢 最重要是確保已經報了警 等待救護車來救人 正確的施救方法 應該是報警過後 不要亂動那個傷者 因為你不知道動他 會不會令他更傷 事件引來網友的推斷 估計相關的輪椅 其實不合格 那輪椅很輕 有機會比人更輕 若然硬上斜 有機會整輛回車 未知這輪椅是否淘寶貨 相關的事故調查 另外傷者宋苑救治 另外也提及這宗治安消息 根據HK的一個報道 旺角的的士男乘客 下車時遇到警察 立即逃走 PTU追截禽獲 揭發他身上 藏有52萬元的冰毒被捕 警方在旺角發現 可疑的士 乘客被揭新藏毒品 今天11月10日 午5時10分 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人員 在上海街 發現一部可疑的士 於是上前折查 人員其後 在那個的士乘客身上 檢獲1公斤華爾冰毒 總市值529,000元 經初步調查後 抓了這個70歲的男乘客 據了解 該名的男乘客 在燈打市街 與上海街交界的對開燈位下車 期間遇到 曾經上至機動部隊人員 男子健壯立即逃跑 人員見他 刑跡可疑 於是上前追截 並於他身上 手獲懷疑的冰毒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這個男子一下車 就見到警員巡經 結果心虛 立即跑 一跑 警察就追 一追就發現 這個70歲的男子 手上 是有52萬元的冰毒 將他拘捕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